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這個星期六《歷史在笑》第20集 我們要講的就是 中央監察委員 彈劾共產黨這個提案 在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裡討論 到最後通過兩個草案 草草了事 這兩個草案就是 第一個解決國民黨內共產派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 國民黨和世界革命運動聯絡的問題 為什麼會這樣呢 為什麼要高高舉起 輕輕放下呢 原來孫中山有他的想法 他認為基於革命的客觀形勢 不能輕率地開除這些共產黨 星期六《歷史在笑》 用共與清黨 第二節 我們講了很多電影 想不到原來Rick都看了很多很多電影 以前也是 近年有了家庭之後 有工作又要拍照 都很少時間看 但以前讀書時代 都算看了很多電影 你是什麼戲很喜歡看 還是有沒有某幾類 比如說劇情 Based on True Story 通常的Juicy 不是Juicy 比較 動作片 或者科幻片 比較刺激 喜歡看 但是一些 其實 我應該這麼說 追導演多一點 跟導演多一點 例如 Christopher Lowland 他的電影 他的電影是必屬佳品 也看 例如QT Talentino 我也喜歡看 Tim Burton 我也喜歡看 鬼才那個 是的 蝙蝠 因為喜歡蝙蝠俠 所以 那套 Tim Burton 導演的蝙蝠俠 就喜歡了Tim Burton 是的 所以 以前 就經常看 現在 就少看了很多 那我就相反 我以前在澳洲 不看電影 因為 剛才 在Interval Time 那時候說了 澳洲看電影是沒有字幕的 嘩 如果你叫我看那些 很多 野港的 死眼屋街 有時候真的 不知道說什麼 反而在香港 就看電影多了 但是我看電影 就喜歡看 Based on True Story 雷霆救兵 黑鷹十五小時 到最近 逆權司機 我喜歡看這些 但是 我後來 都多一條戲路 就是看那些戲 就是 那些是否叫動作片 英雄片 我以前不看 超級英雄電影 我是因為看了 Ange Man 還有玩厲害的才喜歡 我都喜歡看 Marvel的電影 因為 超級英雄電影 我都很久之前開始看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其實Marvel 很久之前已經拍 超級英雄 你知道很久是說幾十年前 還是 2011 過程時 大概十多年前 我完全不記得 譬如有一套 有黑人做主角 叫The Blade 他是一個 Marvel裏面的 超級英雄 就是說黑人的吸血鬼 我當年都 挺喜歡看 譬如 之後 他有一些 譬如 Punisher 有中文 我不知道 Punisher 之前都起 其實很久之前 有Marvel都出過 這些電影 不過就不算很收得 那時候 都叫做 Commercial Unsuccessful 是啊 當年Marvel 他不是很想進軍 這個電影市場 又不是很收得 直到都是Iron Man 一出爆紅 才開始 這十年的成功 就是Marvel 就領到盡 這個電影 如果不是 不是那個女 Wonder Woman 不是Wonder Woman 都很糟糕 很糟糕 雖然我是Batman的粉絲 但他最近這幾出的電影 都真的有少少不堪 都是Christian Bell 和Christopher Lawren 最好看 就是蝙蝠入三部曲 是 Tim Burton 在我心目中 Tim Burton 和Christopher Lawren 那三部曲 都是平排 我覺得 看到我們為什麼說電影 因為這次 第二節說回電影 就是這個 怎樣讀 Ninjago 我真的不懂得發音 就是這個 旋風忍者大電影 麻煩他先去照片 麻煩你 眼前這堆照片 厲害 Rick的那輯忍者照片 就跟電影公司合作 在這個圓坊 有很多紙牌 講完每張照片的設計 和故事 因為我拍了一輯照片 你可以慢慢把照片 來玩一次 拍了一輯照片 我也知道 這輯電影照片 arrog犯手 拍一輯照片 來來玩一下 後來電影公司 就做到掌握操 真浪無過 其實幾乎 都放在那些 makitt day 這個應該跟隨著碔布版 那些叫做Foneboard, 剪板 他做了一個簡單的照片 他抽了其中十張照片 擺出來 有多少時間給你做這個brainstorm、設計 其實這輯照片前天後拍了三個星期 當然不是每天都拍 前天後用了三個星期 都是公余星期六日去拍 不算花了很多時間 但我聽你說過有時是拍到凌晨四、五時 那些是之前的照片 因為之前的照片大部份是在家裡拍 現在比較好 有一部份都是在街外 其實叫做就地取材 因為我拍這輯照片 拍的時候沒有確實想到什麼去拍 純粹就這樣拿著 其實整輯照片是用一個想法去出發 就是大隱隱於是 這個可以去 你穿上去做法 我這個工作人員真是心有靈犀 不過玩了一點食字戀 其實大隱隱於是這句話 就是一句中國的說話 它全句就是大隱隱於是 大隱隱於 其實正確 如果最開初的 就是大隱隱於潮 潮野的潮 即是官場 大隱隱於潮 中隱隱於是 小隱隱於 小隱隱於 小隱隱於爺 即是說 你真是一個 隱隱 隱藏自己的地方 雖然你別以為森林是最好的 一個真正聰明的人 最聰明是隱藏在朝廷裏面 大隱隱於是 小隱隱於爺 但還有個鐘 這個已經不是最開初的演繹 出處應該是大隱隱於 小隱隱於是 小隱隱於爺 中隱隱於是 大隱隱於是 朝廷的朝 後來演化到 大隱隱於是 我當年看張大春有一套小說 叫做 《城邦暴力團》 我當天看這本書 就看回來了 大隱隱於是 當他講一些武功高強的人 其實 不要以為他 如果他是 一個武功高強的人 躲在城市裏面 都不會察覺得到 所以叫做 大隱隱於是 大隱隱的兩個隱字 都是隱身的隱 不過後來這輯相 玩了一點食字 其中一個隱字就變成隱者的隱 真厲害 如果一個隱隱者 在一個鬧市 尤其是香港的鬧市裏面 會是怎樣的呢 於是就拍了這張相 其實整支相 可以去下一張 拍的時候 沒有說有什麼 其實唯一想到 而拍之前 做道具就是這張相 我一想到大隱隱於是 躲起來 隱者就懂得隱身 怎樣隱身呢 想起欠債還錢 你通常欠債還錢 不是有個大頭 你連貼到照片都是找不到他 才會這樣做 然後就扮演 扮演 我覺得有點像黃晶戲的感覺 扮演 這些欠債還錢的街招 避過了奸角 這個奸角就在套戲裏面 是盧埃德的老爸叫加馬當 我真的想看這套戲 我真的不知為何這些翻譯 都這麼巧合 盧埃德的英文名字 我不是很懂的 L-L-O-Y-D 廣東話 沒理由叫盧埃德 可能等一班譯名 國語、普通話都會用這個譯名 但如果這樣說的話 非天小女警 香港是不是要改為非天女公 不是的 不是的 麻煩你拍攔檔 我真的看到他在烏絲上 這麼噁心的名字 不過沒關係 其餘的幾個角色的名字都可以 冰隱、阿剛、閃電光 這些聽上去有力量 小孩子喜歡 這個叫做加馬當 老爸 四隻手 其實我看的時候 四隻手這麼強勁 不過沒關係 可以去下一張 因為有很多照片 這個可不可以叫做沙拉 沙拉 其實整支照片 就是我走到哪裏拍到哪裏 這裏就是 我走到灣仔藍屋那裏 灣仔藍屋 灣仔藍屋 我又不知怎樣說 在那裏 很出名的藍 藍色的藍 是一些舊的 唐樓來的 附近有個公園 其實香港的公園 很多時候有張台上有個棋盤 是呀 是呀 像棋盤 那棋盤真的是 楚河漢界兩邊對打 我想起 兩邊監龍中曬 放在棋盤上 挺有趣的 拍到這張照片 你會不會下棋 不會的 不會的 有一段時間很喜歡下棋 以前 即是獨製象棋 不是 中國象棋 那時在澳洲 你知道有一段時間 Yahoo竹象棋 其實你都真的練到出來 但是我記得那時Yahoo 有一些上網讀 最弱智就是這樣 我下棋 其實真的可以鍛鍊到 現實世界的技術 因為都是下棋 大哥你上網讀球 你跟電腦對打 你練不到技術 你拿著手指 還有你瞄準那些球 根本跟你上網的瞄準兩回事 因為其實我都讀球 只是玩一下 只是課分 但是是否下棋會好些 這題我去玩 可以去下一張 好 其實Lego人仔出的 神來之筆 即是Selfie Stick 挺有趣的 所以我就拿去拍一張照 其實之前沒有這個 如果早點出這個就好 因為我之前拍攝 那張圍港的牆 那張圍牆 有一個都是Selfie 自己拿些棍去砌 如果早點出就好 不用自己砌 但是你的風格 始終都不是要全部用Lego 也是的 無獨有偶 無獨有偶 因為我玩了幾年 我印象中好像有第一次見過這條鏡 挺有趣 如果以後都可以用來使用 也挺好 不過去到2000 去到2008、2009開始 就多了很多的裝備 之前沒有那麼多 我看見到 我自己覺得 可能 他都是用Friends 那個系列 對 Friends 他真的套用過 很多時候 Friends 那個系列 就多了 特別配件 所以M.O.C.玩家很喜歡 但我要糾正你一件事 我不是Lego專家 弟弟 怎麼會不是 Lego專家在外面 我不是 我們馬上去下一張 下一張 這張我最喜歡 這張我也很喜歡 這張就是我走過 突然間過路 看到這些行人過路設施 上面的掌印 我突然間 第一時間想起 周星馳那一套功夫 其實就是 原來神掌 一個掌印 一個掌風 令 弄到岩石上 有一個掌印 他那套戲 又有很多特技 我記得前一陣子 不知道無線還是哪一間 有重播 我其實那時候才是第一次看完整套戲 是嗎 以前都喜歡 《國產007》 因為它新的那些 我覺得沒有舊的那些 那麼好笑 今天也不是講戲 下一張 這張 都叫做在街上 無端端讓你找到一個背景 因為就是在街上走過 看到有些 那些 那些叫坑垂蓋 你當是 那些 蓋上裂了 突然間 如果忍者 可能 是不是忍者 弄出來的呢 如果忍者的武功 那麼高強 一斬 可能會斬到 天崩地裂 似乎 就把人仔 即是忍者的 人仔 擺在那裡 弄到好像是他斬出來的 那樣 那這張照片 就拍 直接要趴下 趴在地上拍 是啊 要趴在地上拍 你不是那麼近 你根本拍不到 是啊 所以都 不過拍慣了 都不會很尷尬 哈哈 第一次拍就很尷尬 那些人都旁觀 一試過 類似要趴在地上拍的照片 真的趴在地上拍 尤其是以前的相機 沒有說什麼 可以在螢幕上拍 真的要在一個 optical viewfinder 這樣看過去 你真的要趴下來看 試過尖沙咀的海旁 那些人在那裡圍觀 哈哈哈哈 但也不管了 那些人是傻子 在那裡做什麼 你不要管 那些人是傻子 哈哈 那這張 你問我喜歡不喜歡 其實我也喜歡 這個應該叫做赤地 赤地 這個名字也很討論 好過什麼 盧哀德 盧是老公 盧哀是 埃及的埃人 總之整個翻譯很偏機械 是的 那可以去下一張 這個叫做打詠春 是的 練功 木人莊 因為這個不是砌出來的 它是其中一個 Ninjago Lego Set 裡面有這個 是有這個 木人莊 那這個人仔 就是那一套 就是我一輯的mini-fix 其中一個 就是我二十隻的mini-fix 裡面的其中一個 它應該是這個 叫做赤爛 應該是 是是 寫底 真的是寫底 是赤爛 拍這張 是在家附近拍的 因為我本身住馬灣 在馬灣舊村那邊 拍了這張 這張照片我都很喜歡 因為我本身很喜歡 拍翅光 即是拍背光的照片 拍出來的效果挺有富 為什麼呢? 背光的照片是有 因為背光的照片 我正在看 背光的照片 你拍出來的人 或是拍出來的物體 是很立體的 因為它會有一個光邊 就能勾到輪廓出來 還有背光很多時候 就有些 用一些新的詞彙 叫空氣感 拍出來好像 有一點點朦朧的感覺 這個字充滿幻象 空氣感 真的有這個字 所以拍出來都比較有 簡單的這個叫有Feel 有品味 有Feel 可以去一下 為了有很多照片 對 這張 這張 這樣也讓你想到 這樣也行 大家都知道 以前看卡通時也是這樣 人們練功在哪裏 在瀑布下面 尤其是看日本的卡通錶 對 瀑布下面練功 我想起 把人仔放在哪裏有水 哪裏有瀑布 水龍頭 不過要趁家人還沒回來的時候 開 要不然就被人扭 浪水 浪水 這樣拍 但也要拍一段時間 因為水 不能控制水流 怎樣流動 所以反而浪費時間 有沒有擺放任何效果 沒有的 沒有的 一張真的很自然 對 純粹動脊架 這樣拍 需要時間去遷就水 因為如果 你留在人仔前面 你會蒙一個人 但你也是擺那個位置 即使在水龍頭滴出來的水 也可能有些動作不同 會的 會的 因為水流會一時前一時後 如果水在人仔前面 會遮住 那樣子 OK 這樣情況 好 繼續下一張 還有很多張 這張 就是 盧埃德 對著那兩個畫面 兩個畫面 不是在電影裏面有的 但其他系列 就是Ninjago的其他系列 有這些奸角 是新的 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叫什麼 總之 就是奸角 奸角 好像深入龍潭虎魚 我覺得 這是一個公園的欄杆的裝飾 但我感覺上 其實在哪個公園 馬灣公園 馬灣公園 馬灣公園裡面 其實有一個角落 有些欄杆 石欄杆 是這樣的裝飾 我覺得看起來 好像有些 亞馬遜 怎樣說呢 好像有些 亞馬遜 或是一些 古埃及 這些 一些 敵人巢穴的入口 於是就拍了這張照片 等等 這個 你有沒有發覺 盧埃德的劍 其實挺有東方味道 對 它挺有趣的 下面加了一個 扣 應該是一個件 一個件 挺有趣的 挺有趣的 那我們繼續下一張 這張 又是好東西 這張照片我也挺喜歡的 尤其是LEGO 真的不知道是否有留意 我們這個華人的文化 蝦兵蟹像 是呀 挺有趣的 因為我看到這兩個敵人 也是跟水有關 在電影裡面有的 有的 水上生物 所以就 放在水裡 戰鬥壩 這樣 這張照片 我也挺喜歡 但拍得很辛苦 為什麼 其實這裏 因為你其實要我 放在水上 啊 還有這個 其實不是一條河流 其實是一個坑渠 金灰 是啊 水是清的 但周圍 我看來好像很有意境 你不知道哪裏 上了獅子山 某個溪間 溪 不是 水是乾淨的 但周圍都不是 周圍就比較 爛爛 爛爛 要撿一撿 垃圾 先拍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 有些困難 因為我要把相機放在水面 但有東西托住 我用腳架 我用金屬腳架 整支放在水面 腳架是金屬 就可以浸水 再把相機放在腳架上面 不過拍照也挺辛苦 挺辛苦 有時這些 台上一分鐘 台上十五分鐘 而且你有對焦 所以很困難 音魔說 其實每張照片 你都會拍幾張 有的 這張 我想拍了幾十張 拍了二、三十張 但選擇的時候 有沒有困難 有三十張 選擇最漂亮的 都很困難 所以其實拍照 對照片來說 拍照也要浪費時間 但選擇照片 絕對明白 因為有時我上載照片 上Facebook 我拍照本身都不漂亮 我還要拍幾張 所以我拍 最多拍兩、三張 因為我有時選擇困難症 Dennis結婚了沒有? 沒有 將來你選擇結婚照片 你就知道我說什麼 我不拍了 不要選太多 你選了結婚照片 太太就會選擇照片 你就知道我說什麼 又不是哪張漂亮 對 每張都覺得漂亮 你最早買吧 買這張 那老婆費 對呀 不要說太多 我怕被老婆打 可以繼續去下一張 相片很便宜 下一張 這張就是盧埃德和赤地 赤地 赤地 石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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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灣古村 那裏有些石獅子 那我想起 又好像敵人的巢穴裏面的一個裝飾 意思是 想拍照 又好像這兩個忍者 爬上一個敵人的巢穴裏面 去找敵人出來 好 說完這張 還有下一張 這張真厲害 原來一塊樹葉在太陽底下 可以這麼帥 還要配合你的大隱隱於市 看起來很有意境 這張我之前有一個小型攝影講座 我拿這張照片來做例子 就是構圖 為何我剛才說 我喜歡拍背光 這張可以展示出來 背光拍到樹葉 通透感才能出現 所以 以前的人不是說 不喜歡拍背光照嗎 背光照不喜歡拍是因為 他的臉都黑了 或者拍到人都黑了 但你有適當技巧 或者加上反光板 閃燈都很好 其實背光照如果懂得拍 就很漂亮 即是懂得拍 是的 譬如你拍一些樹葉 因為樹葉是半透明的 如果有些光在背後打下去 才可以拍到它的通透感 如果你直正光打進去 其實就不會有這樣的效果 但你除了一部相機 你有沒有說還有其他的器材 如果拍這輯照 只要用相機 不過你調校測光 就要好些 不過現今數碼相機世代 其實沒有什麼所謂 測不測光 你不適合就拍到對 調校到對 還要適合時間 這樣也是 其實這些時間 可能只有幾分鐘 再過幾分鐘 太陽又轉了位 所以都要 這些是你這麼專業才會想 你比賽有整個五點半到六點半 你問我 之後這幾張才能動 其實應該早一點 不過不要緊 這張 真厲害 真厲害 你想了多久 這個題材 也是突然想起的 正如我剛才所說 整輯照片都快要取材 對 還要幾分鐘 對 突然走到這個位置 有幾分鐘 因為這個也是用兩三分鐘拍的 因為太陽再過一會 就已經下山了 突然想起 直陽武士 以前在日本武士片 很喜歡感受 就是用這種構圖 兩個人在剪影 一個對視 我突然在附近找了一塊葉 就做了這個場景 這張照片我也很喜歡 因為 也挺有意境的 那去下一張呢 就是葉掉下來了 我覺得真的有葉漂亮很多 可以去上一張 讓大家有個比較 給技術研究 這張比較有意境 這張比較有意境 可以繼續去下一張 也是剛才展示的那張 可以再去下一張 這張應該是你比較新的一輯照片 是嗎 之後延續下去 其實就是講回忍者 之後那幾張就是在家拍的 因為都沒有時間再出家拍 還有想到一些想法 譬如說 其實忍者很多時候都要野外生火 都要生活 對 剛好其實家裡有些舊的 這張紅雙氣火柴 其實很有香港特色 所以就拿了它來 想了一個想法 用這些火柴當柴枝 去生火 忍者 你是故意買這幾盒 不是 家裡有 所以才想起 突然間 就想起 可以拍一下 然後就拍了這張照片 這些火柴多幾十年 分分鐘成為古董 是啊 可以去下一張 都是一些在家拍的小作品 小品一點 其實這個純粹要玩一下 忍者平時生活 去廁所 去廁所當然要看書 不看書 去廁所不看書就可以了 都可以 看什麼書 忍者當然要看忍者漫畫 這個叫什麼名字 無時間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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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很出名的漫畫 日本很出名的漫畫 就是胡忍 如果忍者又看回胡忍 挺有趣的 就拍了這張小品 還有這個你應該有那部 記錄 嘩 但怎麼可以這麼仔細 記錄 多少萬象 一億萬象 其實可能 你拍了一張照片 就不覺得 其實就不是很精細 由於時間很多 麻煩去下一張 很簡單 這個就是 你放一個蘋果在頭上 這個在練功 即是練飛鏢 突然間忍者的飛鏢 如果在微細的世界裏 其實忍者的飛鏢 可能只是一些大頭針 這個也是很Rick的風格 對 就是一個微小的世界 對 以及不只是用LEGO的 我喜歡你這些照片 即是其他都喜歡 對 說清楚 好 最後還有兩張 這個就是打機 這個打機 我之前扭彈了玩具 就是這個任記的遊戲機 可以想起 如果平時忍者公餘時間 打一下玩樂 打一下殺人 還有一點氣中氣 他們玩什麼遊戲 就是玩LEGO的遊戲 阿狐師傅 對 最後一張 這張也是很棒的 這張也挺喜歡的 找你切鏟 不過你說你不打機 因為之前有一個遊戲 很出名的 叫Foot Ninja 就是一些手機遊戲 就是用你的手指 像刀一樣 切些生果 我就是由這個遊戲 引伸到這張照片 但我想問 你特意用紅色 你是無毒有偶 還是特意選它 坦白說 其實我沒有看電影之前 我不是很熟悉 我不是引者 我也不知道誰是主角 但我看到紅色很搶眼 於是很多張照片都用紅色做 因為你知道原來這部電影是綠色 其實我都不知道 但不要理會 紅色更好 因為我手上只有紅色引者 還有20隻的mini figure 所以坦白說 這20隻的mini figure 好像沒有 好像有一隻 隱者版的 有 有一隻 有一隻是綠色隱者 但我當時不知道它是主角 如果我知道它是主角 就用多幾張 不要緊 但這張也不錯 由於時間不多 最後的記章說得快了一點 但無論如何 希望Rick 麻煩你快做些新相片 又拍一下給大家 又聊聊天 看看年尾 再準備上來再說一次 多謝 多謝 今天真的多謝Rick 又上來分享他的相片 我們下星期再見 OK 拜拜